分享年业饭的第四道菜,锅包肉 这个视频你要是能好好看完 也能做出一道像样的锅包肉 做锅包肉用的都是猪通脊 一盘一斤就够了 然后把肉切成筷子头厚度的片 切太薄,一炸就缩没了 肉片太大就在中间来一刀 切好以后用清水洗一下 这样炸出来更好看 洗好把水倒出去 完了咱们准备锅包肉的裤 碗中加入两大勺土豆淀粉 加入一碗清水,没过淀粉 然后用筷子在淀粉里多扎几下 让淀粉能快速吸收水分 泡十分钟 再把上面的水倒出去 别倒太干净了 碗里留一点,不然太干了 然后咱们抓三把泡好的淀粉 放到处理好的肉里 再抓拌均匀 像这样就行 如果淀粉少了就再抓点 不怕多 抓匀以后少加点实用油 最好是熟的 防止炸的时候崩 再次抓拌均匀 炸的时候就拿起肉片 尽量多沾点糊 再用左手像我这样刮一下 这样糊就能更均匀 完了咱们把汁调出来 碗中加入150克的棉白糖 18度白醋加30克 酱油加5克 盐加2克就行 搅拌均匀 粘稠度就像这样 完了咱们开始做 油温烧到6成热 插大葱快速冒泡 把肉片一片一片分开下锅砸 你都看到这儿了 能给老弟来个双击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谢谢大家 第一遍 炸到定型 捞出来 用密碗把渣子打一下 不然都糊了 在肉上了不好看 油温再次升到6成热 把肉片下锅复炸 来回翻动 炸40秒 捞出来 等油温再次升到6成 第三次复炸 40秒 捞出控油 锅流底油 下姜丝蒜片 爆出香味 下入炸好的肉片 这个时候把调好的汁 快速搅拌一下 倒入锅中 开大火 快速翻炒15-6下 加入葱丝 胡萝卜丝 香菜 翻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锅包肉 外酥里嫩 酸甜四口 如果你喜欢做菜 那你就关注我 不然错过了 想找都找不到了 感谢支持